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全是子虚乌有 纯白无瑕的新疆棉花 不容任何势力玷污抹黑 我们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新疆事务和中国内政 反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 对中方有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对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正常的经营活动 和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的努力 中国政府始终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对于各别企业基于虚假信息 做出的所谓商业决策 中国消费者已经用实际行动 做出了回应 希望有关企业尊重市场规律 纠正错误做法 避免商业问题政治化 同时我们欢迎外国企业 到新疆实地考察 也愿意为各国企业在新疆 开展贸易投资提供支持和帮助 第一 新疆地区的棉花 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 不用是相关企业的损失 第二 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指责 完全是个别反华势力炮制的 恶意的谎言 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 破坏新疆安全稳定 阻恶中国的发展 给老百姓 包括少数民族的群众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般正常人都会觉得 是件好事 因为可以让人民 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但是就有人认定 一定是强迫劳动 或者暗无天日的压迫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历史上 真的就这么干了上百年 所以现在疑己夺人 这是当时 在美国 黑奴被强迫在棉花地里 采摘的照片 这是我在网上可以看到的 请同事帮我打出来的 中国新疆的棉花田里的情景 40%多都已经进行了 机械化的采摘 所以有关中国新疆 强迫劳动 这个指责本身是不存在的 一些企业 居然就相信了这种谣言 那么他自己怎么做 是他自己的判断 但是我想中国的老百姓 也有自由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 表达他们的感受 中国的市场就在这 不需要我们去专门搞什么胁迫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可能现在中国老百姓 也不允许一些外国人 一边吃着中国的饭 一边炸着中国的碗 现在美国及其几个西方盟友 又将黑手伸向了新疆 伸向了新疆雪白的棉花 污蔑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强制劫狱 甚至种族灭绝等 耸人听闻的罪行 并以此为由 对中方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 但是正如大家刚才所看到的 这位当年曾经参与策动 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前高官 亲口承认 所谓维吾尔族问题 只不过是美国企图 从内部搞乱中国 遏制中国的战略阴谋 而在这出美国导演和制作的大片中 美国及其几个盟友国家的一些政客 包括一些媒体 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或是与反华势力相互勾结 毫无底线的无中生有 造谣抹黑 或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 另可相信极少数反华分子编造的谎言 也不愿听取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 共同心声 无愿证实新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 他们动辄援引所谓可信证人或信息源 义愤填膺的要捍卫新疆的人权 那么看到了维尔克森这段视频之后 他们会更相信自己政府的高官呢 还是继续相信那几个拙劣的演员呢 我要正告美方 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 也不是叙利亚 更不是当年八国联军铁蹄下的晚清 中国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事实和真相将戳穿所有针对中国的谣言 谎言 我们也有足够的决心 意志和能力 来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尊严 记者朋友们 看完了这段视频 今天围绕新疆的所有的谎言和虚假信息 是否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呢 美国导演的这出戏该收场了 美国一些人 不仅把新疆棉花无名化 严重损害新疆棉花种植业 甚至中国整体经济利益 还企图将中国政府 与民意割裂对立 其心何其独野 有关外国企业 仅仅依据谎言 就聚用新疆棉花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当然会引发中国民众的反感与愤怒 这还用得着政府去鼓动和引导吗 对中国民众而言 这些人的造谣抹黑 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新疆地区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我们欢迎联合国人权高砖访问新疆 中方早已向人权高砖发出访华 并访疆的邀请 双方一直保持沟通 访问的目的是促进双方交流与合作 而不是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 这个工作组还有我们知道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国家 他们政客或者一些人士吧 他们反反复复地在那里声称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那么我就很想问他们一句 确凿的政治拿来 证据在哪里 前几天我们也都看到了 BCI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上海办事处 已经发表了郑重的声明 中国区项目团队从2012年起 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历年 第二方可信度审核和第三方验证 从来没有发现一例跟强迫劳动有关的事件 那么请问其他人是如何夺出强迫劳动的结论呢 他们到底能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呢 我知道他们说的所谓的证据就是几个 比如说一个谎言制造者郑国恩 做的一些所谓的研究 然后有一些媒体呢加以放大 我想这一些东西 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谣言流水线 或者说是一个条 智假犯假的一条龙的谎言的链条 不堪一击 事实上关于中国新疆 我们不是没有事实真相 不是没有说事实真相 而是这些人故意的选择了视而不见 或者说见而不报 所谓的棉花 郑国恩之流 以及那些提供虚假证词的所谓的受害人 只不过是实施这个阴谋的道具而已 那么有一些媒体 我那天也讲了在其中也发挥了 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我就注意到 包括上周五我放了那个视频之后 很多在座的媒体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 我可以点一下法新社 包括路透 还有彭博 你们都问了不少的问题 但是我跟踪了一下 你们报道了没有 你们对那么多的事实 视而不见 不报道 却去亲信郑国恩之流 还有一些媒体 或者一些所谓的 代引号的学者的观点 那你们是不是也存在着 一点选择性的报道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不是也值得大家深思 我现在命运能拉到了4800元 在公司我们的生活特别好 公司给我们提供了 面对的宿舍 宿舍里有沙发 红条 宜柜 洗衣机 电视等家居 还有网络 我们的生活挺旁边的 排除五国师 为了 赚更多的钱 国上更好的生活 跟境外那些人说的 强迫劳动 和被控化 没有任何的关系 境外的那些人 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公司 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珍惜情况 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瞎编的 他们就这样做 就是想搭掉我们的翻弯 毁掉我们的幸福 伤活 让我们没火干 没反吃 他们的这种谣言 非常的可耻 这就是新疆的棉花 也像极了 朴实的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